34离婚女子相亲9次全部以失败告终 这些参与相亲的男子都惊呼彩礼钱太贵了 与其掏这么多彩礼钱 自己为什么不去挑一个没结过婚的小姑娘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大龄圣女越来越多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经常出现 难道这是因为大龄女人的彩礼钱普遍要的高所致 国内有几个彩礼钱要的特别高的地方 像什么山东的河泽还有江西 这些地方的彩礼钱动辄二三十万 甚至更高 丈母娘在向女婿索要彩礼钱的时候 往往是狮子大张口 讲究什么所谓的万子千红一片绿 什么一动不动 这些东西用嘴巴说出来相当的容易 但是实际去证的事时候 你就会感觉有多么的无助了 视频开头的这位离婚女子 19岁结的头婚 生下了儿子 现在34岁 已经离婚一年多了 她的孩子都准备上高中了 目前还跟女子生活 女子目前很着急 眼看儿子就要上大学 娶妻生子 所以自己想要赶紧重新找一个好丈夫 来为自己和孩子提供资金支持 按照女子的说法 自己向南方索要28万8的彩礼 一点都不贵 自己一来已经经过了婚礼的考验 有过十几年的结婚经历 知道怎么对待感情和婚姻 二来南方如果与自己结婚 那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能跟南方姓 但是自己的儿子再怎么说 也就是南方的儿子 这白捡一个大儿子 难道不好吗 34岁离婚女人 带着一个15岁的儿子 急着寻找丈夫重新组建家庭 但相亲时 却屡屡向南方索要28万8的彩礼 结果导致相亲九次全部失败 为何现在大龄未婚女人 索要彩礼都这么有底气呢 其实这种大龄女人 索要天价彩礼的现象 在国内并不在少数 在山西的不少地区 新婚的女子彩礼钱 在18万8到23万8之间 而那些二婚 甚至是打算三婚 或者是那些34岁还未结婚的大龄圣女 却会趾高气昂的 索要28万8的彩礼钱 这些家庭或者是女性本身 坚持说自己所要这么多彩礼 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自己会比那些小年轻女生 更加的顾家 更加懂得怎么节省家里的开支 甚至有些结婚带着孩子的女性 还会每名其约 结了婚连孩子都是男方的 生孩子的事都能省了 这样的天价彩礼 让男方不得不在结婚之前仔细打算 家里的男孩一旦结婚 有极大概率会掏空祖辈三代的积蓄 一套一二百万的大平层楼房 还得有一台二三十万的小汽车 最后再加上天价的彩礼 和男方给女方买的金子等首饰 一同操作下来 真的会让很多男方偶心沥血 整个家族也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 而这正巧就是我国现在大龄圣女 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 几乎所有的男方都想要成家立业 但是成家立业的前提太大了 网传一女子因为结婚时 执意向男方索要二十八万八的彩礼 结果婚后三月发现男方的彩礼是借来的 打算在婚后两人共同还款 知道这个消息后 这位女子无法接受男方的所作所为 并称男方的做法就是诈骗 最后投合自尽被人就起 有言论称 现在的部分女子就是公主命 却有公主病 在家里天天养尊处优 什么也不干 男方花二三十万将女方娶回家 是为了让女方也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努力 不应该是花大价钱 娶回家一尊活菩萨 现在虽然是开放社会 我们不应该再用以前的封建标准来要求女性 但是不管是干什么 参与婚姻的女方和男方 都需要为家庭做出贡献和付出 在动物界皆是如此 很多女方现在就等着自己的梦中情郎上门 家有别墅千座 豪车百亮 自己嫁过去什么都不用干 每天逛街花钱就好 但这样的想法 无异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再怎么想 也不过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很多男方也看透了女方的所作所为 他们认为与其自己结个婚欠下一屁股债 然后自己再拼了老命还债 那自己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毫无意义 既然如此 不如干脆不娶妻生子 自己挣钱自己花纳不香吗 众人食材火焰高 单靠男方为生活奔波 这样的日子注定不幸福 好了 今天的探秘视频分享到这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